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有内于兵王之称的黄景鱼,今年的新剧他从火光中走来正在热播,不得不说他真的天生有着穿制服的气质,接下来是黄景鱼出道至今的代表作品,上映2015年拍摄,23岁,小成本制作的单媒网剧,黄景鱼凭借该剧出道并爆红,以上的床戏和吻戏尺度过大被删减。 伴妖青城2,2016年拍摄,24岁,这是黄景鱼出演的唯一一部古装剧,电影《红海行动》,2017年拍摄,25岁,该片让他获得大众电影板花奖最佳新人提名,节爱千岁大人的初恋,2017年拍摄,25岁,他饰演不足幼祭司贺兰敬平,与人族少女的千年之恋, 该剧让他获得马铃奖当代电视剧最佳男演员,霍冰行动,2018年拍摄,26岁,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警匪剧,他饰演极毒刑警,唯,剧中的一些打斗场景是黄景鱼自己设计的。 幸福,触手可及,2019年拍摄,27岁,职场爱情剧,和迪丽热巴的组合十分养眼,剧中还有一些搞笑元素,青春创世纪,2019年拍摄,27岁,都市爱情剧,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,剧中有许多甜到爆的真实亲吻镜头。 爱上特种兵,2020年拍摄,28岁,特种兵与战区医院女医生的爱情故事,两个人真的是太会搞暧昧了。 黄财部队,2020年拍摄,28岁,说实话,我是把他当大美去看的。 黄景鱼和肖战的互动真是记性满满。 罚罪,2021年拍摄,29岁,悬疑行侦剧,他饰演刑警长征,为自证清白,追查出28年前的悬案。 他从火光中走来,2022年拍摄,30岁,消防队员和备胎救下的女孩的爱情故事,片头消防员救了青生男子是真实发生过的。